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这门课程的名字叫做入门与进阶 那么从这个小节之前的内容,我认为算是我们的入门的知识 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从本小节之后,我们就要进入我们pass的进阶阶段了 好,那在开始我们进阶知识点之前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像这样一些进阶知识 它和基础的知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你按照我对于编程的理解来说的话 在我们这节课之前,正确的说应该是在每一举这个类型学习之前 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利用所学习的知识来构建任何你想构建的相关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了 因为每一举这个怎么说呢 在pass2的时候是没有每一举这样的一种类型的 应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pass应该是在3.4版本的时候才加入了对于每一举的支持 所以说每一举它也并不是一个必须 就是必不可少的解决问题的一个语法 这个和我们的类和函数是不太一样的 类和函数这些东西 如果说你如果说是不会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代码是没有办法写下去的 其实也不能说这么绝对 即使是你不懂类和对象的话 你只用函数和模块依然可以去编写代码解决我们的问题 只不过只用模块和函数的话 它不太适合构建一些大型的项目 所以说你加入了类和对象之后就不一样了 它可以把功能用这样的一种面向对象的方式来构建 这样的话比较适合我们去构建一些中大型的项目 好 那么由我以上的这样一个描述 其实我们可以引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既然我们掌握了这些基础的语法和知识之后 就可以编写代码来构建我们的应用程序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些高阶的知识来支撑我们的代码呢 好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跳出语言的范畴 它并不仅仅是特指Person这一门语言是这样的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编程的一个基础知识 与高阶知识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问题 好 那么我说一下基础知识可以让我们能够写出代码 但是基础知识并不能让我们写出优质的可维护的这样的代码 好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样的一些高阶知识 它主要用于我们编程的哪些方面 如果你只是一个业务流程的开发者 或者是说业务逻辑的开发者 不考虑太多 通装性 那么我觉得高阶知识可能对于你来说的话 用处并不大 好 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包 或者是类裤 类裤的开发者 你开发的这些包和类裤需要提供给其他人来使用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些高阶知识 对于你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好 那么关于这一点我要强调一下 这里面并不存在着哪一种开发者更加优秀这样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来说的话 对于包和类裤的开发者来说 他们也是通过大量的开发了这样的一些业务逻辑的一些代码之后 他们发现我总是重复的开发这样的一些业务逻辑 让我很烦 我能不能有一种方法 把一些通用的逻辑封装成包和类裤 然后我下次在使用的时候 我直接就去调用这样的一些包和类裤 不就可以了吗 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大量的实践之后的一个思考和反思 才产生了包和类裤的开发者 那么同样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反思 才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高级的一些高阶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知识 得到了大量和广泛的应用 好 那么还是我强调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并不是说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面 我们都需要去甩出几个包或者类出来 强行把自己的业务逻辑封装成包和类裤 这个必须结合你当前的环境条件 所决定的 考虑的因素是非常复杂和多的 并不是说单一的一个因素这种决定 到底是直接的平铺持续的写业务逻辑 还是稍微委婉一点 把它封装成包和类裤 好 但是我建议我们每一个开发者都应该去尝试着 去写一些包和类裤 因为只有你去写这样的一些包和类裤 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服务方 把你的包和类裤提供给别人用 只有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 你才能理解 为什么我们的很多的编程语言里面 都要提供大量的一些高阶的这样的一些知识 来为大家更好的编程 如果你只写业务逻辑的话 你是很难体会到这样的一些高级语法的妙处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同学 也听说过了这样的一个装饰器 但是他很难理解装饰器的作用是什么 再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臂包 还有比如说像我们的MapReduce函数 等等这样的一些都是属于高阶的一些函数的使用方式 只有你去实践你才能明白这个里面的一些玄妙之处 好那么以上的内容 我们单独做了一个小节 算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进阶内容的一个开场白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下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